在民国初期 各地军阀为了争夺地盘 连年征战 民不聊生 但是在日本人面前 这些人却表现出了难得的民族气节 比如晚西军阀首领段祺瑞 晚年时 预居在天津 日本大特务土匪员多次去请他出山 为日本人做事 但段祺瑞每次都以各种理由拒绝 后来段祺瑞为了躲避土匪员 干脆来到了南京 受到了蒋介石的热情接待 在面对记者采访时 段祺瑞义正词言地说 日本的横暴行为 已到情不能感 理不可遇之地步 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 努力自救 语云求人不如求己 全国积极备战 合力应付 则虽有十个日本 何足未灾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晚年时 也成为土匪员拉拢的对象 土匪员声称 请吴先生出山主持大局 示威中日和平为了中国的未来 吴佩孚说 本人认为今天要将中日和平 唯有三个先决条件 土匪员问哪三个条件 吴佩孚说 第一 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 第二 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第三 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 交涉对象 土匪员听后 只得灰溜溜的走了 后来吴佩孚还写了一幅对联 挂在门口 是这么写的 得一时清白乃心 不怕死 补给金钱 饮酒赋施 尤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 补出洋 补入租界 灌原报瓮 真个结甲归田 另一位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 曾担任过五省联军总司令 满年时同样住在天津 成为一名军士 港村名次当年跟他是同学 就亲自来拉拢孙传芳 请他出来做事 孙传芳拒绝了 说自己已经皈依佛门 不再过问世事 事后有人来劝他 说你这么多年来 结下了很多仇家 不怕仇家来找你报仇吗 不如暂时投靠日本人 以求安全 孙传芳淡淡一笑说 死于同胞之手 也比当汉奸狗活 墙上百倍 后来孙传芳果然被仇家寻仇 死于尸箭翘墙下 终年五十岁 徐世昌曾担任过民国大总统 声望非常高 日本人自然也盯上了他 就派徐世昌的一个门生 去请他出身 主持大局 这个门生来到徐家 详细说明了日本人的合作请求 最后还劝老师说 为了老师的晚节 轻勿推辞 徐世昌本来还一直在忍着没有发火 但是在听到最后这句话后 勃然大怒 举起棍子就打 骂道 你知道什么是晚节 像你们这样贪于一时名利 出卖国家民族 违背天理良心 这才叫晚节不保 另一位民国大总统曹坤 曾因为会选风波而臭名昭著 但是在晚年时 同样表现出了难得的民族气节 有一次日本人来到曹家 想请他出山合作 曹坤装作不知道 在隔壁房间里 大声隶属日本人在东北犯下的罪行 让日本人如坐针毡 最后灰溜溜的走了 事后曹坤对家人说 就是每天喝粥 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做事 当汉奸天理不容 这就是北洋军阀门的民族气节 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从来没有软过 值得敬重 未经许可,不可思认